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9点 你有去胡乱追高股票吗 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个盘是有可能开始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盘的架构 你要懂得急涨急跌反向操作 昨天台股是不是开高 我卖了一些股票 所以对今天台股呢 再度的开高盘 我在早盘 没有告诉会员买进任何一档股票 没有胡乱去追高任何一档股票 早盘该解码的 我还是有做解码动作 所以你要买股票 不是早盘 应该是在尾盘附近 那才是一个适合的 进场逢低成绩的时机 今天盘面最火红的一个族群 当然是被动元件 什么好消息 被动元件 4月份会再涨价5成 利多消息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什么股票会大涨 3026的和申堂 创下波段新高 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股票 2456的一个吉利线 盘中一样大涨了7%以上 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难道我是第一天跟你介绍吗 我不晓得对我近期盖牌的这两档股票 你有没有看出端倪 什么是领先市场 对于和申堂的一个架构 当时候3月1号 股价在低档回了一大段 我说我这边都没有碰 直到3月1号 三天不破低 当天大盘跌105点 站在买方 和申堂被动元件的 所以我常常给你一个超盘的要素 我喜欢在盘跌的时候 告诉人买股票 相对来讲 我也喜欢在盘大涨的时候 告诉人卖股票 这是我的超盘行法 所以3月1号的一个大盘是跌105点 和申堂三天不破低 我买在95块钱 买完之后 这样5天25% 还记得吧 我当时候有减码 114有卖 那到3月14号 和申堂 我118附近有市价买回 这是我3月14号的一个动作 很明显的 我卖在114 那我买回的位置呢 是在118 虽然比较高啊 但是结果论 今天和申堂股价创新高 140.5 来看一下当时候3月14号 我在盘中的一个 在LINEA的族群 所发的一个资讯 你自己看一下 这是我LINEA 所给我们好友的一些资讯啊 你们看到 当时候是3月14号 早盘10点38分 没有错吧 和申堂今天有带会买回 对 那已经亮灯涨停 其他体质不错的被动原件 可以多加留意 3月10号当天和申堂接回 其他体质不错的被动原件 可多加留意 那当下 118买回 当然很漂亮啊 因为买回之后盘中亮灯 你看到什么现象 为什么当天 你可以说我用追回的没有错 因为出现三万一千多张的新天亮了 那一量仙价型概念 下一句 他绝对还有高点吗 所以在盘中 我就已经判读出来 和申堂 他出现新天亮 他一定还有高点吗 所以买在114 追在114的 到今天为止 也要是探级啊 所以整个超盘的一个节奏性 相当的果断 我本来预期和申堂是压回 才要来做承接的 但是量价 让我看出端倪了 该有所调整策略 我在盘中会给 会明白的指导期啊 所以和申堂 3月14号118 市价买回吗 一定买得到啊 对出现新天亮了吗 还有高点吗 是不是 那整一个和申堂 今天来到140.5 我今天先选择站在卖方啊 因为他的一个正乖理过大 这样子涨上去52% 我今天卖在137 两阶段的操作 大概也有四成以上利润啊 和申堂被动原件的概念股票 95我带你买 几乎是本波段的最低点 118再度的介入 上去怎么卖 看一下 和申堂创高有卖压吗 很明显啊 在今天 找盘利多消息箭报 我不晓得 这些被动原件的概念股票 同样你有没有 很盲目的 就下去做追价 如果你今天因为看到好消息 所以在涨价五成 你去追价 应该没有一档被动原件的股票 你今天去买是赚钱的 短线上你都会套 那中长线呢 中长线呢 被动原件的缺货相应 我从去年度就跟你分析过了 所以整个和申堂 壮高有卖压137附近先卖 11点37分 经过一分钟 38分股价在137.5 你去对此对价 137一定卖得掉 一定成交啊 从容不迫的下车啊 利用利多 又有卖压的一个同时 137卖和申堂 尾盘131.5 今天我当然又是卖对啊 我讲过啦 我是为代汇员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昨天台股逢高 我问没有把资源卖掉 我问没有把金业卖掉 我问没有把印太卖掉 咱们是 昨天啊 印太卖在27嘛 今天印太你重做嘛 昨天资源卖在75块半嘛 今天资源掉下来嘛 6411的经验昨天卖在94嘛 今天收盘呢 94.4啊 比我卖的稍微高一点 怎么进出的 相信会员 我们盘中合作默契 你一样可以来跟我对时对价 我怎么带进的 我怎么带出的 会员 你手中的抗讯 跟我电子上所秀的抗讯 有没有一模一样 哪一位分析师 敢像我这样 把他带会员的抗讯 全程公开让你知道 没有三两三 不敢这样操作 不敢公开 一档股票的操作流程 你自己去比较一下 什么是诚信 什么是实在 什么是专业 有实力的分析 敢买点 秀给你看 95买 然后涨了25%的一个合生堂 14卖 什么时候接回 新天亮那一天 18买回 今天137再度的拔挡 整个大波段是52% 那我们两阶段加起来 至少也有四成的利润 所以操作的依据 那个选股的方向 要从基本面下手 我相信很多同朋友 你是没办法 去深入研究台股 1000多档股票的基本面 而且每个月 每天在追踪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研究团队 交给我 交给我 我会帮你盯盘 我会帮你盯一档个股的 一个产业的发展前景 有没有持续性成长性 那个很重要 因为股票终究要反应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没有成长的 你买它何用 买了等解套而已 是不是 所以今天被动 原间相关个股 我都不是今天买 我们都是在今天 利多消息发布以前 我们就已经买好了 包括昨天提示你的 这一档强势整理个股 形态刚突破而已 二月营收年长率高达105% 哪一档 哪一档 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巧 这档股票 二月营收跟去年比较 是不是成长105% 从去年度这档股票 业绩跟去年比较 就成长三位数字 都成长一倍 哪一档 哪一档 二四五六的奇力薪 去年度的EPS超过七块钱 那么巧 我是靠运气吗 何生堂 跟你追踪了多久 这档股票 奇力薪了 二四五六的奇力薪了 二月营收有没有年成长率高达105% 二四五六的奇力薪 二月的营收 跟去年比较 有没有成长105% 昨天礼拜三 盖牌的 我虽然有把股名遮起来 但是你所看到是完整的K线 基本面的分析 我介绍股票 不是虚荒一招 绝对不是立可跌 掀开掌顶板 那种在呼噜你的节目 你还在看 我们给你的是 凭功夫 凭真实力 昨天 奇力薪 有盖牌 是为了保护会员尊重会员权益 我一定带会员第一个事件上升 对不对 那今天奇力薪有没有涨 今天奇力薪有没有涨 对照一下 昨天形态是不是刚突破 没有错吧 昨天的奇力薪 收盘是不是98.8 来 昨天奇力薪 价格是不是98.8 有没有一模一样吗 我问你啊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奇力薪 昨天强势整理 形态刚突破 基本面成长一倍 未来有没有一倍的空间 不要去猜啊 所以昨天礼拜三 是最好的一个买点 11.21分的奇力薪 引收成长105% 强势整理表态 99以下就买 当着交易在98.8 你去对时对价 99以下保证定成交 当着98.8 收盘98.8 所以一定买得到啊 昨天什么家园都可以买啊 很好买啊 那今天呢奇力薪呢 一开盘就大涨啊 盘中大涨7%以上啊 他也是被动原件的啊 你跟我买在昨天的低点 跟买在今天的位置 有没有差异性 重此今天奇力薪好像有点开高走低嘛 买在昨天的位置 赶快探紧啊 但买在今天的位置呢 你哪个家里买的会赚钱 没有耶 没有耶 是不是 所以呢 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受到市场上瞩目以前 能先带你布局的分析师 那叫做少数赢家的操盘节奏 不是有利多才带你去追啊 不是大涨才带你胡乱去追高啊 追高容易撒低嘛 明年稍微震一震就被洗出场了嘛 当年低进高出的原则性呢 有没有机会赚到波段行情 嗯 这档股票 3月19号 1234 他回档4天 支撑接近了啦 所以跌的时候要赶买啊 接下来他会5天转折向上啊 哪一档 利敦啊 利敦是不是被动原券的 去查一下他基本面吧 礼拜二 大盘跌36点 利敦有没有红K棒 昨天礼拜三大盘收平盘 利敦还是红K棒啊 是不是 所以来看一下 礼拜的利敦 当年收38.5啊 我买在几块钱 我买在38.75啊 平盘以下 9.55分利敦 营收是成长的 技术形态的一个分析 整理四天啊 接下来有机会5天转折向上 很清楚吧 跟我电视上所介绍的 也没有一模一样 不管是基本面 还是技术面的分析 我的抠讯内容 绝对不是 凭感觉 只告诉你 试价买试价出啊 那你学到什么东西吗 我给你也是有基本面 有技术面的分析啊 这样你买起来 卖起来 不仅可以产生一个财富增加的效果 对你一个操盘技术水准的提升 有莫大的帮助 所以9.55分告诉会员 利敦39以下就买 当作一个价位在38.75啊 你去对时对价 大概可以买在38.75啊 收盘38.5啊 我说39以下买嘛 一定买得到 就怕你跌的时候不敢买啊 我问你啊 礼拜一的利敦 他回档四天 没有我带你低级 你不敢出手啊 你敢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 买吗 问问你自己 问问你跟着扣讯 敢在一档股票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做买进吗 利敦礼拜38.75 风低接啊 礼拜二大盘跌36点 利敦红的 昨天带爬 收平板 利敦还是红的 其实利敦呢 开高走低啊 他当然也是被动原件的股票啊 这张股票我之前就操作过一趟了嘛 利敦这边 有没有 这边也大概赚的有四成吧 去年度啊 所以对被动原件的一个缺货效应 我绝对不是看到今天 这样的利多消息 才知道他的好 才告诉会员 今天赶快去乱追 短线的高点一套 很容易被洗出场 我们要给你的是 一档股票 在还没有大涨以前啊 对 还没有大涨以前啊 先买啊 先买就没有所谓追高的问题啊 今天你下去买利敦的 哪一位赚钱 哪一位赚钱 今天刚好来到短线的一个前波高嘛 你一追就套 套了还不来找我 你要找谁帮助你 尤其你手中 还有其他相关被动原件的干领股票 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了 欢迎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青尔老师做个联系 因为未来他会怎么走 我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谢谢大家 再回到前面一位现场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成东斗户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东斗户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即可获得入区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到节目的现场 昨天的印太 我趁他拉了第三天 大涨售卖在二期 围盘搬黑 今天印太盘中快要抵停板了 有没有卖对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够不够清楚 这样资讯不跟 你要跟谁来操作 比特币的相关概念股票 如果你手中还有一些问题 没办法处理的 欢迎你一样赶快来找我 我给你资讯 有没有领先市场 你自己去回顾一下 你自己去评断一下 当他重挫第二天 我跟你预告 比特币的印太 下来是可以低接的 因为他算是机油股 一元一时后年成长率高达95% 而且他这一波的涨势 当然是涨真的 好几万张的成交量 所以第三天重挫 跟我执行低接 邀请函都送出去了 我怎么可能不做执行 是不是赢家三部曲 我只要跟你预告 我就会做低接执行 最终一定会获利下车 所以呢 预告完之后 低接 低接完之后还加码 加码完之后 有没有做获利下车 昨天 我会没有完成赢家三部曲 我不是青菜公公的啦 我不是跟你 看图说故事的 跟你浪浪这样而已 不一样 所以三月二到印太 重挫三天 21.2买 没有做吧 逢低接啊 买完之后 有上去 上去大概10% 那上礼拜三跌 我说还可以再买 代表他还没有结束吗 上礼拜四再跌 看法不变 谁会这样分析一档股票的后市 可以再加码的一个时机点 上礼拜三就跟你讲了 礼拜四再跌看法不变 我当天告诉过你啊 越接近21.2的位置 越应该站在买方 当天的一个节目带你继续看 一定有这样讲 所以当天最低21.4啊 我21.5再加码 称为档案既定策略 市价再加码买进嘛 可以加码在21.5啊 这几百张的成交量 一定买得到啊 对 跌的时候我再买 21.2 21.5都是在落的时候啊 你没有感受 那个操盘的差异性 比较一下 清朗老师跟你所跟的分析师 哪边不一样 我的操作风险 有没有去经营理 带进有没有带出 第一档买完再加码之后 你所享受的是 礼拜一的涨停板 跟礼拜二的涨停板 两天就20% 这叫关键性的转折 昨天大涨 第三天 濒临前波 大量的套牢区嘛 那么多人套在这边 对你之前乱追的 对乱买的 想不想解套 想不想卖 所以呢 昨天礼拜三 当然要先卖一下 短线三天就将近三成啊 真的有够快 所以昨天的印太9.23分 连续大涨三天 又濒临前波高的套牢区嘛 27附近卖 当时23分的股价27.1 保证一定成交 27啊 27块钱的买单 200多张啊 卖得掉吗 卖得掉吗 保证一定卖得掉啊 因为我卖完之后还冲高到27.2 27.3了 这边大概有半个钟头让你卖 很好卖 但是不卖 尾盘翻黑 25.45啊 会不会卖 当天差了快7%啊 没有错吧 怎么带进的怎么带出的 嗯 进加码卖 这就是一个完整操作流程啊 没有错吧 21.2买 21.5加码 昨天27卖啊 抠讯完全公开 我没有再跟你虚晃一招 不是都说的而已 说的好像真的耶 说的我也真的说的啊 我只要不收抠讯啊 我可以跟你讲 这边开始我没有买印太 然后涨了一大波都是我们的 然后跌下来我就告诉你我这边卖了 然后呢这边接回这边再买 就用讲的就好了 而且可以事后讲 很多观众没有 你是看不清楚 头顾节目老师的内涵内容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盲点啊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超过10年了 一些头顾分析师的花招 或是漏洞 其实我很清楚啊 只是不好意思不方便 点的太明啊 所以我常跟你讲嘛 看头顾老师的节目 你要懂得看门道 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凑那闹 好不好 所以昨天的印太27卖啊 卖完之后 尾盘掉下来 今天印太又中错耶 又中错耶 它没有那么容易结束啊 因为它有基本面啊 昨天的印太出现 6万4千多张的一个新天亮啊 它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我很斩钉截地告诉你啊 我的看法喜欢跟你讲在前面啊 你当然印证在后面啊 所以每次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票 哪一档个股最具有基本面 最具有爆发力 最值得你来跟我合作 你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这档值得 礼拜一形态突破 我买啊 二亿云的时候 你整理高达67% 大幅度成长极油股嘛 礼拜一的值得 我买在144 没有错吧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啦 144附近买进买回嘛 当天冲高之后尾盘146嘛 所以当天买赚两块钱没有错嘛 那重点是礼拜二 小跌哦 小跌我直接跟你说 它还会在涨啊 话得多明确 股价的走势 有没有跟上来 没有错吧 先规划一档股票行情给你看啦 结果呢 昨天的值得真的发生了 真的上来了 看到未来啊 不然是基本面还是技术面啊 你的胜算相当大 所以昨天值得亮灯啊 那今天值得呢 开高走低啊 最高167 收盘收152.5 收最低 为什么会这样走 杀融资啊 昨天很多人 去追这一根涨停板啊 融资增加一千多张啊 所以今天开高走低 就是杀昨天的福尔啊 所以不管是昨天 你买在涨停板附近 或是买在今天的167的 你绝对不会高兴 因为今天收152.5啊 如果你跟我买在144呢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既然我给你是一不一样的感觉 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空间 可以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 把握难得 台股会开始横向整理 整理盘操作难度比较高 你要跟着高手来操作 亚光今天一样开高走低 他当然还是在洗盘啊 昨天我就跟你讲过了 亚光目前就在 碎步洗盘嘛 碎步盘间嘛 今天开高走低 洗啊 注意一下 我上个礼拜 买进的位置这个附近 来到这个位置附近 你可以站在买方来思考 这我今天提供给你的操作建议 所以接下来盘氏 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你如果想跟着高手 一起来并肩作战 骞老师 张开双手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行列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